一台苹果5S 苹果5S自己换电池 放那一段时间后没用 现在充不进去电换电池 一台土豪金色的5S 现在开机开不了 插上充电器没有任何反应 好咱们将手机打开 拆下尾部螺丝 拆开手机 电池换过 其他的地方好像没有动过 经检测电池电压归零 因为电池亏电 用电流表激活电池5分钟 因为电池电压太低 导致充不进去电 这个不是电池的问题 更不需要换电池 老铁的这个屏幕 外屏幕玻璃碎了 而且触摸不良 给它换一个新屏幕 然后装机 只要电池有足够的电压 就可以开机 并且进行充电 老铁的这款电池 电池有足够的电池 然后装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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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装机